今天的話就有很多人來跟我聊聊 然後又給了一些意見這樣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網站雖然前段呈現 不知道可能還不太清楚可以做什麼的話 至少可以先把那個Restful API做出來這樣 所以語庭的話就給這件事謝謝他 然後我之後就會把那個Restful API做出來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因為大家都會看到我去做他那張圖 就是那個地圖 然後回擊圖這樣 所以肥貓的話 然後更知道就會有在想說 要不要把這個點位就是很清楚的描述出來 而且是根據他的順序 就是他是怎麼繞的這樣子 那因為他那張圖其實有點不太清楚 那就是他其實故意有點弄模糊 不要把資訊公布得太清楚 可是我們知道可以就是 至少去找一個點位 然後是我們確定的位置 然後去找相對位置 然後知道說他到底在經緯度是在哪裡這樣子 然後所以之後的話 也試著做出一個可以讓協作版本 我來點點看喔 你要點嗎 對對對 就像這樣 就說我可以到這個網站 然後就可以點到他 然後就可以協作這個點位這樣子 然後就可能之後可以送腳出去 然後知道說我在畫哪一個飛機航班的圖 因為這個是文字被壓在圖片裡面 所以就是可能還是需要就是稍微給一下資料 知道說到底是哪一個飛機飛的航線這樣子 所以謝謝志浩這個非常棒 到時候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協作版本 可以放大縮小喔 放大縮小 沒大 怎麼放怎麼放 來來來來 喔 就是你可以切換哪一天你想要 你可以切換哪一天你想要畫這樣子 比較多小 18號或19號 目前就假資料 然後你可以放大 就是因為他線有時候很難畫 就放大一點 然後把它點 欸怎麼多了一個點 沒關係 嗯 總之Live demo就是會失敗 所以就是大概啊 啊手殘 然後最後可能就是按儲存吧 大概就這樣 對 耶 謝謝 好 然後所以就是說 那至少前端還不知道說要怎麼呈現的話 那至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Twitter 發或是Mostotone的一個Button 然後他就是只要一抓到有新的報告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像 這個其實是我自己 因為那個Twitter 現在你要申請那個開發者API非常麻煩 他還要人工省略這樣 所以我今天就只是很成功的把我要去省略送出去這樣子而已 所以感謝川普把Twitter現在弄得非常嚴格這樣子 所以你要開發非常麻煩這樣 OK好 所以就是我自己用自己的帳號 然後就假裝Poll一個文 然後你可能就是在Twitter 如果你有follow這個機器的人的話 你可能就會收到這個訊息 就知道說 喔 今天有種飛機來這樣子 對 大概知道一下 然後今天也有很多 就是跟航機指導的朋友就講說 有哪一些網站可以查到一些航機的資料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叫做ABSB 就是它是一個廣播系統 然後主要就是怕防撞 怕飛機會互相撞到彼此 所以它就會跟那個基地台聯絡 然後基地台就會跟你講說 互相報位置 確定說不會互相互撞 那如果是軍機 他自己有開這個ABSB的話 那其實他就可以就是順便把自己的位置跟我們講 然後如果他有在上面的話就可以知道他是誰 那這個是有點long shot 就是有點機會有點妙 因為通常可能軍機可能不太想要開這個 讓大家知道他的軌跡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有機會可以知道 再額外知道一些軍機相關的資訊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成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